蛇王本性薄良天生不懂情爱 却意外邂逅失恋少女 可在吃干抹镜后 直接被对方通了个窟窿 多年后男人变身上市公司总裁回来复仇 不仅把女孩亲哥哥送进监狱 还火烧了对方公司 然而依旧填补满内心的荒凉 终于在一次夜晚潜入了女孩的闺房 他教他人类生活的习信 教他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 这一来二去 蛇蛇竟然见了未来丈母娘 从前凶猛无比的蛇类 立马化身勤劳大狗狗 只因女孩刚下班想给男友一个惊喜 没想到居然看见 男友和另外一个女人在床上的画面 苏青和男友交往的时候 他还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他没有告诉他自己就是董事长的女人 车子房子都是他买的 但他也不在乎那些钱 两个人开心最重要 本来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就想把真相告诉他 结果居然看见了那样一名 顿时心都碎了 于是他第一次出来买醉 结果喝到第一杯酒就开始晕晕呼呼的 突然眼前一飞 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在一辆货车上 周围全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年轻女孩子 长得也都很漂亮 他这才知道自己是被拐弯 就在这时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异动 并且那声音越来越大 不像脚步声 反而像是什么东西在快速一点 苏青有些不解地睁开眼睛 只是下一秒 他却恨不得自己永远都没睁开 一个男人只剩下半截 头已经和身体分了架 然后就再也没有动静 苏青因为这一突然的变故浑身僵硬 本来男人死了他应该高兴 竟是这个家伙的尾巴 他体型庞大 光是头都有两个足球都大 银片呈现血红色 在月光下像宝石一样散发着美丽的光泽 其实如果仔细看这条蛇真的很腻 可纵使在美丽 他还是一条蛇 是可以一口就将他吞吃入肚的巨蟒 苏青咬着唇 脑子一片空白 因为恐惧浑身都在颤抖 眼泪更是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他心想自己可真够倒霉的 不是要被送去给老男人玩 就是要被这个大家伙当晚餐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我没办法活着回去 他闭上眼睛 乖乖地等待着死亡的那一刻 可是下一秒 身子却被卷了起来 耳边是呼呼的风声 他浑身都在颤抖着 冰凉的尾巴缠绕在他腰间 带着他在森林里快速移动 苏青等了半天对方都没吃自己 难不成他是想把自己带到他的巢穴 再慢慢享用 还是带给自己的孩子吃的 而且这么大的蛇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他到底是活了多久才长这么大 难不成是从实验室里面逃出来 想到这里 苏青觉得自己真够搞笑的 都死到临头了 还能想些有的没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动作才停下来 果然不出苏青所料 红色大蛇带着他钻入了一个洞穴内 洞穴不深 但里面却很宽敞 中央扑着温暖的稻草 类似于柔软叶子和枝丫 随后他就被放到了这个里面 冷得四肢发寒的他蜷缩在了里面 居然觉得这蛇窝格外暖和 他闭上眼睛 泪水不断滚落 此刻也不知道是痛 还是害怕即将被迫 面临被吞入蛇腹的痛 听说蟒蛇都是直接把人活活勒死 从脊椎骨那边全部弄顿 然后才像对待软体动物一样 把还活着的人一点点 吞进去慢慢消化 想到这里 他浑身颤抖得更加厉害 外面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他知道他回来了 闭着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对方庞大且冰冷的气息将他包围 感觉有个重物压在了他的身上 这个重物似乎和刚刚柔软的蛇身不一样 有些硬硬的 甚至还有些谈戏 成年慈性 艳离低头仔细观察着他 眼前的女孩很漂亮 而且浑身还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味 她刚刚就是被这个香味深深地吸引过来 于是微微凑上前 用略有些奇怪的口音悠悠说了一句 好 香 这口音像普通话 但是音调却很奇怪 可这道声音 让本来怕得浑身发抖的苏青猛地睁开了眼睛 随后就与一双特殊的眼眸对视而上 入眼是一张好看到极致的脸 男人有着一头酒红色的长发 和同样醒目的红色眼眸 只是眸子颜色偏淡 像粉色的钻石一样精致 只是他看着自己的眼神 带着让他打寒的邪似和打亮 让苏青身躯微颤 再往下的画面差点没把他回下飞 下身却是一条长长的红色尾巴 很长很长 一路蜿蜒到了窝外面 虽然跟刚刚的蛇身比要小了很多 却也盘踞了老大一坨 他下意识地想尖叫 可是眼前的画面过于震撼 震撼到他眼前好像看见了一道白光 于是苏青就这样两眼一翻 再度晕乱 他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梦见被坏人绑架 好不容易逃出来 结果却又掉入一个冰凉的蛇库 被一条大蛇抓了回去 他吓得尖叫起来 猛地睁开眼睛 却发现原来这不是噩梦 此刻昨天晚上的那条大蛇 正盘踞在他身侧 他居然还活着 仰头看着洞穴 稀里苦涩到已经哭都哭不出来 偏偏这个时候 肚子还发出了强烈的悲鸣 巨大的声音在空旷的洞穴内格外的清晰 苏青的脸顿时长得通红 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但是旁边的大蛇已经被吵醒了 他庞大的身躯动了动 随即睁开眼睛看向苏青 苏青吓得身体顿时僵硬了起来 但意识到昨天晚上他没有吃自己 而且都长这么大 说不定真的成精了 能听得懂人话也不一定 于是他深吸一口气 颤抖着声音 对这颗巨大的舌头挤出一抹饼 不含难看的笑 你好 大蛇看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 转身离去了 苏青浑身一松 随即便瘫软在地上 可下一秒 眼前放下了一个包裹 居然是不做的 打开一看 却发现里面却是一块 刚刚撕下来的生肉 还有旁边的野果 生肉的味道让他觉得恶心 但苏青却也意识到 这个大蛇不但没有吃自己 居然还在喂养自己 难不成他把自己当成孩子 不可能啊 他和他都不是一个品种了 难不成他真的是有灵性的 所以他先前是在救自己 又或者还是想把自己养肥了暂时 就在苏青纠结之际 对方却已经有些不耐烦的 用尾巴戳了一下他 仿佛是在催促他快点吃 苏青的身躯了抖 虽然现在很饿 可是要他生肯沾着血了生肉 他还是做不到 于是他便拿了那边的野果擦了擦 随后放到了嘴边咬了一口 清甜多汁 味道很不错 将东西吞下去 他才对着他微微一笑 谢谢 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懂 苏青低头吃着 觉得现在的氛围有些诡异 一旁俊美如妖孽的男人正侧躺 躺在他身边 用一双专注的视线打烊着他 巨大的蛇尾被他盘踞在身后 时不时地动一下 苏青感觉又要晕了 但还是强忍着开了口 你到底是谁 是妖怪吗 他听见对方开口 燕 李 好像是在告诉自己他的名字 果然他是有灵性的 而且还会说话 不过貌似不怎么熟练 于是苏青开口说 我叫苏青 先前谢谢你救了我 他没有伤害自己 而且还分给他实物 说明他不是那种腐胸 没有人性的野生 可以试着沟通看看 果然下一秒 燕里嘴角就勾起了浅浅的笑意 灵佛的尾巴拍开了 掉在地上的果子 随后勾了一颗 新的举到了苏青的面前 他尾巴的灵活程度 让苏青暗暗则舌 不过还是伸手 接过到了一声戏 然后再度低头吃了起 有了几颗果子果腹 苏青觉得舒服一点 他奇怪地看着他 精致地眉头皱了起 他知道雌性吃的手 但没见过吃这么少 他将肉拿了过来 随后在苏青的目光下 伸出指甲 切下薄薄的一片地点他 苏青连忙摆手 不用了 但是在他的目光下 苏青怕自己不吃会激怒他 也只能硬着头皮吞下去 他甚至都没敢咀嚼 却还是忍不住干呕了起来 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么多苦头 现在却被逼着吃生肉 让苏青顿时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哭得有些气惨 一边干呕一边哭 小脸苍白可怜极了 艳离的表情有些难看 转身离去了 他走了 身上的压迫感也没有了 苏青有些奇怪地看着他的背影 缩在洞内等了很久 他都没有回来 他咽了咽口水 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起身 随即光着脚往洞外飞奔 他跑了很久很久 细嫩的脚底被石子划破 脸上也被荆棘划出很多口 可他不敢停下来 他想跑到大马路上找人救自己 可是这里的林子 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偏偏这个时候 天已经渐渐地黑了 他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 只能不停地喊着 救命了 有没有人啊 可是下一秒 他的脚步就猛的顿着 因为他在草丛里面 看见了好几双绿油油的眼睛在盯着他 好几头 恶狼便纷纷从林子里面窜出 朝着他这边飞扑 苏青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尖叫着往前跑着 可是他已经惊提力尽 哪里还有力气跑 很快就被对方扑倒在地 就在狼的獠牙即将咬到 他纤细白皙的脖梗之际 一条红色的肠尾抽出 将趴在苏青身上的头狼 直接抽飞了出去 苏青猛的睁眼 入眼就是燕黎的身影 快速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那些狼在看见他的时候 似乎很害怕 甚至都没管被抽飞的同胆 便快速转身四下逃走 燕黎冷着一张脸 低头看着狼狈不堪的苏青 不仅脸花了 血迹和黑妮还糊了满满一张脸 苏青害怕极了 感觉他整个人看上去 比白天看着要阴冷不舍 俨然对于他的不告而别很失奋 下一秒 他就被他单手拎小机一样拎了起 直接扛到了肩上 苏青像个尸体一样一动不动 任由对方扛着自己原路返回 他跑了一天的路 这个家伙才用了不到几分钟就走完了 苏青心下跋梁 我不是想不告而别 我就是出去随便逛逛 他结巴地开口 说出了自己都不敢狗同的别脚借口 便利看了他一眼 表情还是很冷 显然还是在气头上 下一秒 他将手上的背包扔给了他 苏青拿起来一看 里面居然有人类的食物 不仅有饮料 而且还有一些罐头面包什么 便利没理他 变成了巨蟒的样子 在洞口啃食着令物 鲜血飞溅的画面让他有些不适 连忙转身离去 随后拿起一块面包 也没管有没有过期 往嘴里塞了进去 长时间没吃探索 现在这般普通的面包入口 都显得格外香甜可口 他吃饱了以后 才拿起背包翻了翻 里面除了食物 还有一个手电筒打火机 他想应该是来这边旅行的人落下 可是为什么会落在燕里手上 难不成是他抢一份 可是他这个样子被别人看见 肯定会泄露出去 再度放了回去 燕里这时已经吃好了晚餐 在洞口看着他 见他兴致勃勃地 拿着那个背包翻来翻去 他就知道他是需要 人类的食物和物品 便又转身离去 但是苏青已经不敢再乱跑 比起那些 直接会把他啃食殆尽的眼狼 燕里的身边反而安全了很多 虽然他的样子也很恐怖 苏青等着等着 就不自觉地缩在 温暖的干草里面睡着了 经过昨天的事 他已经彻底明白 以自己的能力 是有八九是不可能 和他沟通看看 让他帮助自己回家 燕里很喜欢苏青 和他那边的雌性不同 他身上的味道很吸引人 肌肤也很细嫩白皙 身体却很健康丰满 而且没有其他雄性的味道 他来到这个世界遇到的雌性 身上都有好几个雄性 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虽然那边因为环境问题 每个种族雌性都很稀少 一个雌性同时拥有好多雄性 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像他这种 格外强大地位又高的 对伴侣的选择依然很高 而且他的发情期快要到 发情期也就意味着 他快要成年了 和其他种族不同 蛇人族的发情期 对雄性和雌性来说都很难熬 雄性一般都需要找雌性 并且开始以后 需要好几天才能结束 而雌性更是会同时 找好几个伴侣 持续整整一周 如果错过的话 就会格外难受 脾气也会变得很暴躁持续 而他在上个月 就意识到自己的发情期快要到 本来想随便找个人类雌性 但是对男性兽人来说 找伴侣是一辈子的事 他又不想和别的人分享伴侣 就一直拖着 好在他找到了眼前这个小雌性 雁黎将他抱在怀里蹭了蹭 他表达了自己的亲密 却让苏青浑身颤抖 身体僵硬 雁黎意识到他还是很害怕自己 想了想 觉得他应该是害怕自己的蛇尾 毕竟纯人类和他们兽人不一样 是没有兽形态 于是他灵机一栋白光一生 身下的蛇尾消失了 但却让苏青脸色苍白如指 苏青先前读大学的时候 还在教科书上看见过 蛇这种爬行动物身体结构相关的知识点 一开始他还不以为人 但面对不断跳出来的知识点 他恨不得打晕自己直接失忆 也不想让自己有这段可怕的 便离看着苏青激动地捂着自己的眼睛 伤心地直接哭了出来 脸上有些不紧 他盘腿坐下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没问题 很强壮很完美 他的身体和形态 哪怕是在他的世界和家族 也是最顶尖的存在 更何况是这个雄性都很弱的世界 雌性不都是喜欢强大的雄性呢 不仅在白天能够保护他 为他列来列物让他衣食无忧 而且还能生出更强壮健康的后代 他凑上前 有些疑问地询问对方 不喜欢 怎么可能喜欢 苏青大声开口 你赶紧变回去 燕黎眉头一皱 不过还是变回了蛇尾 随后伸手将他抱了起来 你喜欢这样 苏青想说自己哪个都不喜欢 不过还是快速点了点头 在超级可怕和比较可怕的两种选择 他还是决定选择比较可怕 虽然两个都不怎样 燕黎还以为他就是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毕竟他们那边的雌性 也比较喜欢这个形态 因此就没有多想 他见外面天色差不多了 便放开了苏青寻找事实 燕黎带着猎物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苏青在外面打扫卫生 娇小的身体拿着一片大叶子 有些费力地将洞内的碎骨头和灰尘扫到一旁 苏青听见动静 下意识地颤了颤侧头 看见是燕黎 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在这个野兽横行的地方 燕黎身边法师最安全 他慢悠悠地走出去 就看见燕黎正打算吃晚饭 说是吃晚饭 其实就是将开膛破度后猎物的肉拿起来生肯 苏青有些害怕不敢前行 而燕黎却察觉到了他 肠尾一身 就将他直接抱了过来 苏青被他拉到怀里 抬头就看见他从上面切下一片肉 放到了他的面前 是 不用了 苏青连忙摆手表示自己不用 燕黎也没管他 直接自己吃了起来 苏青有些不忍看下去 终于有些忍耐不住 燕黎 你现在已经可以变成人形了 味觉不会变了 比如像人类一样觉得这些肉狠心 人类 他眉头一皱 觉得苏青的话好奇怪 要不是他能听得懂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一出声就这样 可能不能变成人形有什么关系 可他又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放下手上的东西紧紧地盯着苏青 似乎是在思考自己该怎么表达 这个动作看在苏青眼底 就顿时让苏青以为他是嫌弃自己啰嗦了 我的意思是 把肉煮熟了 撒上条里会更好吃的 他有些慌乱的开口 不敢看他的视线 如果你觉得我烦的话 可以当没听见 你已经修炼成了人形 味觉应该也和人类一样吧 这句话倒是勾起了艳丽的兴趣 这附近的确会有人在这里旅游野餐 飘出来的香味格外的好闻 人类会用火浆肉煮熟 他一开始的确是很感兴趣 但是他们这一组 天生不喜欢火焰石天气 此外在他们那边掌握生活能力是很珍贵的 他并不会这 而有一次他无意中 让一个人类撞向了他的样子 但是体验不怎么好 那时他被对方锅子里的饭菜香味吸引了过去 想要询问人类是如何可以肆意操纵 可那个人却很害怕 满脸惊恐的疯狂逃窜 让他没有开口的机会 当然他也没去管对方 结果一周以后 那个人类居然回来了 而且还带着他的同伴 那些人用一张巨大的网困住自己 还用一些尖锐带着奇怪味道的水刺入自己身体 让他身上变得无力虚弱 不过哪怕身体变得虚弱 他们在自己的眼里依然很弱 这般孱弱不堪的低等寻性 因为经常有过往行人在 他也慢慢学会了各种人类的语言 而人类的东西对他来说虽然很有趣 但因为没人叫他如何操作 反而变得格外鸡肋 感觉还没有自己的力量好用 把玩了一阵就扔到一边了 现在听苏青提起 他又对人类食物散发出来的香味产生了兴趣 于是他说 我不会火 苏青这下顿时明白 他不是生气 而是不会表达人 于是立刻说 没关系 我会的 刚刚发现了打火机 有了那个生活很容易的 我们试着把这个肉烤书看看 背包里面还有一些登山客留下来的调料 想到待会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苏青内心充满了期望 看着对方的眼神也多了一分阴气 便离见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虽然现在很饿 不过倒也没有拒绝 随后苏青捧着肉回洞内 用矿泉水洗干净 又小心地抹上盐和胡椒这些调味料腌制 他其实也不怎么会做饭 就是跟着家里的厨师学会做两个菜和点心 不过简单煎个牛排应该没什么问题 空地上很快升起了火苗 苏青将腌制好的牛排 放到叶子上拿起那把小刀 有些费力地切成 然后将黄油放到了锅内融化 才刚刚将牛排放进去 两人就闻到了一阵诱人的香味 燕离的双眸顿时亮了 忍不住咽了好几口口水 快一点 苏青又觉得好笑 这家伙生肯都行 有点血丝又算什么 于是他将牛排翻了个面 又随便弄了几下 确定卖相还算不错 便直接拿了出来放到了他的面前 燕离伸手就想去抓 却因为被上面的热度 烫到后又猛地缩手 苏青在旁边提醒他 要吹一吹 燕离心想人类真是麻烦死 光是剪柴生火做饭的时间 他都已经吃饱了 不过见苏青兴致勃勃 也没刚刚那么怕自己了 他也只能忍耐 低头对着那肉吹了吹 但觉得差不多了 才抓起来往嘴里塞 东西入口地差了 他浅粉色的瞳孔都忍不住 颤了颤 肉软糯可口咸淡适中 格外的美味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感觉的肉 好吃吗 苏青在一旁问他 燕离将嘴里的东西吃完之后 才看向他 没正面回答他 只是说了一句 还要 苏青就这样看着他 一口接一口地吃着自己做的牛排 哪怕他有些地方尖叫了 他也来者不去全部吃光光 苏青见他这么喜欢 心里反而一出一抹喜悦 毕竟他厨艺不怎么样 先前心血来炒 给自己男朋友陈阳做饭 不仅跟厨师学习了 两个月的经典中西餐做饭 做的时候手也切破 还被油烫了好几次 他却嫌弃这个严放太多了 那个太黑了卖相不好 气得他直接甩了刀叉就转身离去 两人也因为那是冷战了一个多月 陈阳后面打电话给自己 他本以为他是想和自己认错 结果居然是打电话 让他帮他还饭店的签骨 也是在那次以后 他发现陈阳出轨的端倪 想到这里 苏青刚刚升起的心又落了下去 连眼前的牛排焦了都没察觉 还是一旁的燕离催促声响起 他才回过神来 看见焦了的牛排 有些欲哭无泪 不好意思 这个太焦了 我重新做一款 毕竟现在还要靠他保护自己 之后他说不定 还能帮助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现在更需要好好博取他的好感 至少让燕离不要讨厌 自己把他直接吃掉 所以他要在这期间 告诉燕离自己也是有用的 慢慢获取他的心愿 女人一生爱了2.5个男人 一个是公司小职员 却在靠他发家之后 和闺蜜搞在了一起 另一个是大山深处的蛇妖 把他从人贩子手里救回 每日惊心未养 可却在告白当天 女人毫不留情杀了他 男人绝望地哀求他不要走 可转身却偷偷地笑了 只一那天森林里来了一个人类 他告诉他他是警察 只要你想回家我就能带你走 林木白在苏青手里塞了一个小药瓶 你把这个给他服下 我们明天一起做直升机离开 苏青一愣 他下意识地接过对方手上的药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抬头看向他 这会不会太重了 虽然不喜欢燕离 没办法回应他的感情 但是他心里还是不想让燕离受到伤好 不会的 不说他身体很强壮 这些要不会伤到他的神经 顶多就是多睡几天 你放心吧 苏青暂且放下心来 握着手上的药瓶 下定了决心 燕离回来的时候 林木白就和燕离说自己的伤差不多好 他的同伴要来接自己 燕离恨不得林木白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走 毕竟雄性动物对于地盘意识可是很重 更加不喜欢陌生的雄性侵占自己的地盘 林木白很顺利地走 苏青甚至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 苏青能不怕吗 这一晚苏青辗转反侧 怎么睡都睡不好 侧头去看 就见燕离侧躺在他身边 依然还是处于保护状态将他圈在里面 他忍不住去看他 横跟在眼前的林片刚好有一处被月光照耀到 他突然有些好奇 为什么燕离的林片总是亮晶晶的 这么好看 于是他小心挪动身子凑了上去 就发现他的林片似乎和普通蛇的林片不一样 里面也流光一彩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奇特的构造 他的林片才能坚硬又有韧性 甚至都能防止弹 仔细一看 蛇好像也没记忆中那么吓人 你还是挺好看的 苏青说了一句 又轻轻叹息一声 他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时身边的燕离突然轻微抽出了一下 把苏青吓了一跳 忍不住看向了他 还好对方似乎并没有醒 只是有些不舒服地哼起了几声 因为是蛇没办法看清楚表情 苏青也不知道他梦见了什么 居然有这么大的反应 不过他现在是一点也不敢乱动 乖乖躺着 就这样睁眼到了天亮 生病加上没睡好 苏青的脸色更加难看 憔悴地让人看一眼都心疼 燕离想让他多吃鸡肉 可是苏青哪里能吃得下 满吃腥味的肉 将这些全部喂给燕离了 两人吃完午饭 苏青看着外面 突然划过一抹闪光 那是林木白给他发的心意 他知道林木白的朋友来了 苏青紧了紧自己的手 趁着燕离不注意 将手上的药瓶里面的药撒到了波位 在苏青的目光下 燕离毫不犹豫地将眼睛的东西吃了进去 这个认知是林木白走后 燕离就变成这样了 一开始苏青还觉得燕离是因为林木白走开心 毕竟他不怎么喜欢林木白 不喜欢同性的气息占据他的地盘 可是林木白都已经走了一天 再怎么高兴也该消停下来了 可是燕离的情况 显然是有些不正常的 就在苏青不安的时候 要效终于是起作用了 只见燕离摸了一下自己的头 不禁打了个哈欠 随后就躺在地上闭上眼睛 苏青连忙走上前 见燕离好像真的睡着了 他松了一口气 跪坐在他身边轻声说 燕离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你好好睡一觉吧 我走了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注意安全 不要老是动不动就杀人了 要是杀了很麻烦的人 引来军队就麻烦了 那些人手上的武器 哪怕是你都是对付不了的 虽然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但我希望你能记住 我真的不希望你死 可话说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不对 苏青觉得自己好傻 他都晕了 自己说那么多又有什么意思 不禁苦笑一声 随后他便起身打算离去 谁知才刚刚走出去几步 你吃了什么 是林木柏给你的东西吗 青青 你骗我 你想离开我 就和林木柏那个家伙一起骗我 燕离只在一瞬间 就想明白了事情的前一后 之所以这么轻易的中招 只是因为他不懂人类的人情事故 在吃到药的那一刻 他都没想过苏青会给自己下药 他以为只是今天的饭菜 和往常口味不一样 毕竟他有比人类强烈 几百倍的嗅觉和畏惧 可是现在他知道 原来人类居然这么危险 哪怕他们手无腹肌之力 可是却能在背后狠狠重创 苏青下的脸色有些苍白 对不起燕离 我想回家 我想看见我爸爸妈妈 求求你 如果可以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等我见到爸爸妈妈 再回来看你 闭嘴 不许走不许离开我 苏青还没说完 就被燕离狠狠掐住了下 他第一次用这么大的力气 苏青感觉自己下巴都要被他捏碎 苏青 你是我的 不许走 不许离开我 说着 他将他狠狠按在了地上 苏青惊呼一声 身上的疼痛还没让他缓过境内 就见燕离已经撕碎了他的上衣 柔韧极好的上衣被他轻而易举地撕碎 苏青吓得尖叫 入眼却是他充满欲望的血红色影 你要跑 你怎么能跑 你是属于我的青青 燕离 冷静一点 不要这样 求求你 苏青被他吓哭了 他这样真的太可怕 哪怕他极力挣扎 他一只手就能让他的身体无法动弹分红 来不及了 燕离居高零下地看着他 青青 我的成熟期到了 本来应该是明天晚上的 可是刚刚那个东西让他提醒了 燕离伸手轻轻骂撒着他的脸 声音音雅性感 带着对他的渴求 这是我们蛇人族迈向成熟的标志 成熟期期间 我们会很想和雌性交配 想要忍过去也会很煎熬暴躁 他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苏青的表情就更加难看 头摇得像波浪子铺 我不要 我不是你的族人 放开我 他尖叫着哀求着 可是却好像并没有引起他的联系 相信我 成为我伴侣吧 那样你就会乖乖留在我的身边了 我会在你身上留下我的印记 到时候你在哪里我都能感受到 苏青不停挣扎着 他冰冷的体温和惊微天人的话语 都让他几乎崩溃 人在极度激动的情况下 好像真的能伸出一些力气 苏青挣扎着狠狠踹了他一脚 燕离似乎是因为药物作用 力气没有当初那么大 一瞬间的松懈 让苏青往前跑了几步 可是还没爬出去多远 就再度被轻声而来 他的狠狠按了回去 轻轻 他的呼吸逐渐从冰冷转为炽热 身躯染上了一层浅浅的红色 眼眸也彻底变成了娇艳的赤红色 苏青第一次感受到燕离的体温 原来也能这么滚烫 他吓坏了 人也处在崩溃的边缘 情急之下 他只能拿起自己先前藏在角落的鼻声 在燕离再度靠近自己的时候 闭着眼睛狠狠地刺了进去 扑斥一声 没有防备的燕离显然没想到 这么弱的苏青也能伤到自己 匕首没入他的心口一大板 鲜血流了出来 浸染了苏青一手 燕离的血液居然也是鲜红色的 而且此刻非常的滚烫 好像能将他的皮肤都一起烫上 燕离的鳞片很坚硬 但是他人形态和常人无异 可能皮肤会比普通人类坚硬很多 但是肯定无法抵御纯钢制造的钢刀 苏青的表情更加惊悚了 他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会伤到他 因为燕离很强自己很弱 可是他现在却刺中了他的心 鲜血沾了他一手 他捂着自己残破的衣精不断后退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燕离 你刚刚真的把我吓坏了 燕离看了看心口的伤口 又看了看苏青 突然笑 这时要笑似乎彻底发挥了作用 他高大的身躯猛地倒在地上 虚弱状态下的他无法维持人形 双腿重新变成了红色的肠尾 蜿蜒在地上 他看着苏青 目光带着涣散 下一秒 他狠狠用指甲抓上了自己的尾巴 鲜血迸手 疼痛让他的意识再度清醒 看着胸口的匕首 他冷吃一声 目光带着复杂和讽刺 他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 一种属于人类才会有的复杂表情 苏青 原来你也会咬人了 苏青看着他虚弱的样子 微微咬唇 小心地走到一旁的背包 将止疼药和止血的药扔了过去 对不起 说完这句话 他就转身跑开了 燕离的身体太强壮了 他甚至能在吃了药 这么久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清醒的意志 和敏捷的行动力 那可是能让石头 大象昏睡的强笑药了 那个匕首就没入了一半 应该没有伤到命脉 他只能趁着这个机会逃走 谁也不清楚 燕离下一秒会不会站起来 不过好在 他似乎也扛不住药物的作用 此刻的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自己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 也能这么孱弱这么无力 昏昏欲睡的感觉心 他无法动态 听见他的脚步声 他的泪水自眼眶滚落 苏青别离开我 我好难受 好难过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他只是觉得好悲伤 他的心好痛好痛 比身上的伤口都疼 比过去自己受过的任何一次伤都疼 苏青内心一震 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击打了一下 他身躯和嘴唇颤抖着 他承认这一刻 他又心软了 可是回家的欲望最终还是战胜那种心软 他眼眶寒泪 对燕离摇了摇头 燕离 对不起 我必须得回家的 你多保重 轻轻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鸣叫悲痛的情绪 不禁朝着他的背影目吼一声 苏青 苏青 他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 声音响彻天际 甚至都惊动了林子里的动物 苏青更是被吓得双腿一惹 还以为他还能再动 却不敢回头去看 只能咬牙拼了命地跟跑 燕离如梦魇一般的声音却如影随形 一直缠绕在他耳边 苏青 你是我的 你只能属于我 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找到 将你囚禁在我身边 让一辈子都无法逃离我 苏青捂着自己的耳边 拼命地往前跑 一直到一双手将他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苏青尖叫着不停拍打对方 直到林木白的声音传到耳边 轻轻 是我 不是我让你来河边的吗 怎么我刚刚喊你都没 苏青这才回过神来 忍不住抬头看向林木白 林先生 是你吗 就是我呀 你怎么了 还有你的衣服 林木白这才注意到苏青身上的衣服 都被撕浪了 他脸色一致 下意识地别开头 随后立刻脱下自己的衣服 披在了他的身上 苏青在看见林木白的那一刻 身上的力气在一瞬间抽空 他就这样跪坐在地上 大声哭泣了起来 林木白知道 他肯定在燕里那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 于是他也不再去问 而是矮身轻轻地将他抱了起来 走向了停在不远处的直升飞机 不怕不怕 好姑娘 你已经很勇敢了 睡吧 睡醒了 就能回家了 他柔声安抚他 在林木白温柔的声音下 苏青渐渐止住了哭声 就这样昏死在了他的怀中 直升飞机在夜空中升起 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地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踪入 两年后 苏氏大楼起火 哥哥被关进监狱 这几天苏青来回奔走很是心 这一觉一直睡到了天黑 苏父苏母一直没回家 其他人也一直都在门 因此也没人叫醒他 只是他迷迷糊糊之间 却听见窗户那边传来了声音 苏青身去一颤 猛地从梦中惊醒 可是他还没起身 就被一具冰冷的手臂抱到了怀里 青青好久不见 苏青吓得浑身一颤 猛地抬头 就对上了那双赤金色的眼眸 燕离 你怎么会 我很想你 他抱着他蹭了蹭 只是他还没开口多说什么 就被苏青猛地伸手推开了 你走开 苏青推开他 不停地后退 你是殷实骁的人 是你帮他害了苏家 害了我哥哥 对不对 殷实骁 他是带我来这里的人 他帮我找到 而我会帮他做一些很简单的事 说着他又再度靠近苏青 从自己的手上拿出一叠钱 地道苏青手里 你想要的是这个东西吗 我现在有很多很多 多地可以摆满这个屋子 你喜欢吗 青青 苏青看着手上的钱 内心无味杂陈 只觉得无比的讽刺 老天爷 你到底是和我开了个什么样的玩笑 才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 他苦笑一声 有些无力地将手上的钱 归还到了燕离的手里 我不要这些 燕离一愣 殷实骁的话为什么没有用 为什么青青不喜欢 苏青深吸一口气 看向燕离 燕离 你回去吧 森林里才是属于你的地方 你不该来到这个权力和金钱的漩涡场 你太容易被人利用了 殷实骁是坏人 你明白吗 他在利用你帮他做坏事 坏事 什么样的事是坏事 就是故意去伤害别人的事 作奸犯科 杀人犯 只是他才刚说完 就听见燕离说 在我们那里 强者可以肆意决定弱者的生死和命运 人类世界不也是这样的 苏青脸色微变 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反过他 于是他后退一步 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 我和你没有什么话想说的 你回殷实骁身边去吧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回去 苏青 你又想跑吗 谁知苏青说完 刚刚还目光平和的燕离眼中 顿时就划过视血的光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什么 更何况你现在都跟着殷实骁了 比我漂亮听话的女人 你要多少都有 我们两个从思想到身份 都不是同路人 而且我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这种人 苏青 你还想逃 想都别想 话落 苏青就被他狠狠按在了床上 他吓得面色发白 挣扎了一瞬发现挣扎不动 只能抬头看向他 燕离 这里是我们国家 是人类的世界 你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 不能强迫 要不然我会报警抓 燕离手上的动作一顿 这时他才想起来 低头看向苏青 在苏青的目光下 他猛地伸手将他看到了尖声 苏青吓着尖叫 不停地伸手推打着对方 一个疯子混蛋 他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才会遇到这样的事 为什么燕离就对自己执着 先前如果他对自己执着一点 他也就以为 他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 没见过什么女人 所以看见他才会这么执着 可他现在都在人类世界 生存了这么久 难道他在殷实骁那边 就没见过其他女人吗 苏青想都想不明白 等他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燕离抱着 直接跳出了床 殷实骁先前说 只要他帮他做事 等他有能力了 会更有手段和办法 帮他找到苏青 可结果却是每次 他说想要去找青青的时候 都会被殷实骁 以各种理由拒绝 和搪塞过去 然后就会塞给他更多的事情 那些事情对他来说很容易 可他只想要找到青青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来见他 甚至连车子都没有 就直接跑来了 此刻苏青被他抱着 在夜色中狂奔 周围的风在耳畔吹得烈烈作响 速度快地让他的脑子 几乎要眩晕过去 苏青一开始还能骂上几句 可是到了后面 就只能低声泥男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晚饭晚饭没吃 还是一连串的打击 和刺激实在是太大 苏青在半路的时候 就再度晕了过去 再度醒来 苏青睁开眼睛 陌生的环境让他慌乱 他想起身 却发现四周的门窗都关了起来 他敲了一下门 想要喊其他人来帮自己 可是无论他怎么喊 都没人回应他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燕黎正在和殷实骁喝着酒 殷实骁搂着一个凶大妖戏的美女 样子好不快 见燕黎生闷气势地在一旁猛灌着酒 便调侃她 燕黎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这么麻烦的女人 你喜欢那种类型的 我可以帮你找啊 保证方便省事 苏家这个千金小姐可不好搞定 她说到这里 嘴角划过一抹比 这样的千金小姐 是铁定看不上她们这样的混混 那样书香人帝的高门大户 心里都有一股子 心高气傲的情 哪怕她们再有钱 也看不上她们 而她也早就料到 哪怕试验黎去找苏青 也百分百是会被对方拒绝的 她心中本就有钱 偏偏这时 燕黎还冷漠开口嘲讽她 亲亲和她们不一样 她们太脏太臭 只有你这种低级的男人 才会选择这种女人做伴侣 简单的一句话 让殷实骁和她身边的义干人等 脸色都变得格外难看 燕黎就坐在旁边喝着酒 周围的女人眼神都在她身上 无意不是惊艳的 殷实骁内心极恨不已 在燕黎的身上 她才第一次感受到 上帝是那样的不公平 有人有一身本事 不知道怎么用 如果是她有这样的身体 和头脑该多好 而她的眼光 也绝对不会只局限于是 是这一个小土地的 于是她深吸一口气 强压下内心的怒鸣 笑着看向燕黎 燕黎你说的对 那样的千金小姐 是看不上我们的 你想要得到她 就得用些手段 女人是很狡猾的 你不强势一点 就会被她骗得团团转 到时候受伤的就是你自己 燕黎虽然看不起殷实骁 不过这一点 她却感觉好像找到了共鸣 先前她太相信苏青 可结果呢 被苏青骗得团团转不说 而且还受了伤 度过了她此生 再也不想回想起了一次成熟期 她深吸一口气 看向殷实骁 我应该怎么做 想要女人乖乖听话的方法 有很多的 你过来 我教你 燕黎凑过去 就听见殷实骁富尔 在耳边耳语了几句 苏青在这个房间里面 待了足足一个小时 四处转悠 已经把这里摸清楚了 这里应该是某个 独栋别墅的一个房间 窗户外面的景色很美 视野也很描迫 只是周围貌似只有这一家 不远处有个巨大的活泼 楼下还有一个大游泳池 这一看就是知道 是为了谁而准备的 苏青有些绝望地蜷缩在床上 她穿着昨天的衣服 手机放在床头柜都没机会的 而房间里面一个电话都没有 她居然真的被燕黎带死 爸爸妈妈要是回来 看不见自己 一定会着急吧 这时 门却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苏青吓了一跳 猛地转身看去 就看见燕黎踏着月色而来 闭头红发格外的醒目 苏青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的她 又不禁站起来看向燕黎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快放我回去 你觉得这次我还能再放你走吗 她缓缓逼近她 将她逼到墙井 一直到无路可退 苏青逃跑的人要受惩罚 她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她 带着嗜血和最深沉原始的欲望 苏青终于知道怕了 想起过去她的疯狂和偏执 她的眼泪不禁落了下 燕黎 我求求你 别这样好不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燕黎看着她的泪 目光滑鼓不及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苏青流泪 她心里好像有一处地走 被什么东西摁了一下 很痛很难受 她向来都是遵循等能做事 于是她伸手替苏青抹去了眼中的泪水 人类哭泣是因为伤心的意思 你很伤心吗 青青 我怎么能不伤心 我哥哥还有爸爸妈妈 遇到了这样的事 你知不知道殷实骁会害死我哥哥的 而让他得到苏氏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也会害死很多人 他说到这里 还是不禁将目光放到了燕黎的身上 燕黎 你救救我哥哥好不好 不要让殷实骁的计谋得逞 和他去做那些事 到底还是一条不归路 早晚是会被抓的 你是被他利用的 趁着还有机会 我们去找林先生 他会有办法让你抽身的 苏青极力劝说着对方 可是刚刚还面色平静的燕黎 在听见林木白的名字时 脸色又顿时变了 他一把抱住苏青 声音冷烈像催了冰的刀 去找林木白 我都还没找他算账吗 你还想让我去找他 青青 你和他一起背靠了我 你说我该拿他怎么办 像对待那些不听话的人 一样好不好 不 你别伤害他 林先生是因为想帮我 才这样做 苏青连忙按住了他的手 目光带着惊喜 只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举动 反而是更加激怒了燕黎 他猛地伸手将他按在了墙上 声音带着愤怒 不想让那些人被我捏死 就乖乖听话 说着他便俯身 遵循内心的欲望 吻上了他的虫 苏青吓得浑身一盏 想逃跑 却被他单手掐住 脸固定住了身躯 乖 听话 如果自己不听话 他的哥哥父母 还有林木白 还有许许多多他在乎的人 都会因为他而遭殃 轻轻轻轻轻 他吻着他的唇淋满着 比起燕黎的兴奋 苏青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 他浑身颤抖着 泪水顺着眼眶落下 难道自己真的逃不掉了吗 哪怕真的逃不掉 他也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随后他看着打算再度靠近的燕黎 伸手按住了他的唇 不要 燕黎有些不满 兴致被打扰 他有些不开心 不过还是耐心地看着他 怎么了 苏青垂眸 燕黎 你真的有那么喜欢我吗 你先前和我说 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伴侣了 雄性就会对伴侣言听计策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轻轻你当我的伴侣吧 我真的很喜欢你 任何雄性生物都是这样 哪怕是燕黎也不例外 而苏青这时也反应过来 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对着燕黎轻轻轻点了点头 那既然伴侣可以帮我做任何事 你可以帮我救我的哥哥吗 他们是我的家人 他过去一直都在自欺欺人 觉得只要靠逃避 就能够万事大吉 可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光是逃避 原来解决不了任何的事情 既然自己逃不了 那就这样吧 资料库被烧了 当苏敏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其他人能懂 苏敏却等不了 燕黎有人针对他 他下个月可能就会被判刑 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要翻这么大的案子 光靠他们根本就是 难如登天的事情 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燕黎 只要燕黎能帮他 哥哥就有救了 家人护了自己一辈子 这一次就让他来保护他们吧 牺牲的只要有自己一个就好了 他不想再让爱护自己的家人 再担惊受怕 连日来的刺激 让他的精神几乎已经处在了 崩溃的边缘 无法想象 如果自己救不了大哥 爸爸妈妈会怎么样 他只是一个没用的女人 没有大哥那么聪明 那么有经商头脑 苏敬需要他 爸爸妈妈需要他 燕黎侧头看着他 随后突然笑了 轻轻 有没有人和你说过 你其实不擅长撒谎 只要有人撒谎 我就能看得出来 你知不知道 你先前一直很怕我 一直不敢看我 我都知道 苏清面色一白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失败的时候 就见燕黎扣住了他的下巴 让他抬头看向自己 但是没关系 我会就那个叫苏敏的人的 前提是 我要先得到我想要的 万一你还像上次那样 出而反而骗我怎么办 苏清咬牙 抬头看向他 哪怕是死 他也想要争取自己想要的 你发誓 我哥哥会平安地回家吗 还有殷石肖再也没办法 对苏氏还有我家人 倒映的是自己 还有他眼底内对自己的渴望 最终 他还是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伸手勾住他的脖梗 吻上了他的唇 燕黎笑了 随后他快速将他抱起来 往床上走去 虽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是当男人急剧压迫感的身躯 附上来的时候 苏清还是感受到了恐惧 他能接受燕黎吗 他不知道 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眠 他的偏执和疯狂 让他无处可逃 达不到目的的燕黎 是不可能停下来 既然逃不了 那他只希望苦难 只要有自己一个人承受就好 至少不要连累到他的家里 伴随着他的稳落下 苏清流着泪别开了头 燕黎却并没有放弃 而是伸手勾住了他的下巴 低头吻上了他的唇 下一秒 他感觉有一股带着辛苦味道的东西 流入了他的喉间 苏清没防备全部吃了进去 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你给我吃了什么 燕黎舔了舔自己嘴角流出的血液 人类的身体太弱 这样保险一点 蛇人足血液的作用 还有从饮食肖那里得来的药 毕竟他这么软这么娇 他是真的想保护好他 不想弄伤他 可是现在这在苏清眼里 却成了一股羞辱 他狠狠捶打着他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你个变态混蛋 是他那点小力气 又怎么可能撼动自己的燕黎 苏清猛地抬头 就对上了他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血红色的眼眸 或者他手腕的手温 也从冰冷变成了灼热 他当然知道 他变成这样意味着什么 身躯一颤 呼吸在这一刻好像都停止了 回过神来的他绝望地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勇气开口 不要变成其他样子 燕离一愣 内心划过一抹 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满 甚至还有些痛 他知道苏清不喜欢自己 是因为自己和他不一样 可他比人类都要高贵很多 他不应该把自己 和那些普通的蛇相提并伦 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用行动来发泄 自己内心的憋屈和怒骨 于是他堵上了他的唇 心轻 清清 这样的夜晚一直持续了七天 苏清好像做了一个浮浮沉沉的梦 梦里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 意识不是自己的 所有的一切都在被对方支配着 唯一支撑他撑下去的性命 就是父母的电话 他在第二天的时候答应过自己 可以给他五分钟的时间和爸妈通话 再度醒来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到一旁正在穿衣服的燕离身边 用尽全力拉住了他 燕离 电话 他声音阴雅 燕离叹了他一眼 内心不明白苏清 为什么要对所谓的家人这么执着 不过他还是将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递给他 苏清接过电话 立刻拨通了苏父苏母的手机 清清 你怎么还没回来 就算是想帮你大哥 也不能一直不回家呀 你现在在哪 妈让你爸去接你好吗 不用了妈 我现在很好 很快就要找到突破给大哥方案 等解决了 再回来也不迟 这孩子 你这样我们会心疼的 什么事让你爸爸去解决好了 妈 我还有事 就先挂 我在这边很好 您不用担心 我也长大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 苏清交代完最后一句便挂了电话 这时身边的艳离已经伸手将她抱到了怀里 清清 她的呼吸喷洒在她的脖子 此刻虽然是冰冷的 可是苏清明白 她这是什么意思 艳离见她又哭了 不禁笑着替她擦掉眼泪 哭什么 为什么嘴上却总是说不能 明明是可以的 这些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因为我和你是天生的伴侣对吗 清清 她的声音 邪恶又带着性感的阴影 充满了蛊惑的意味 苏清下意识地想反驳 可是她也明白 无论反驳多少次都是没有用的 她不能再让艳离继续支配自己 趁着自己现在还有意识 她必须将最重要的事情完成 于是她抬头看向她 艳离 你先前答应过我 会救我哥哥的 现在你想要的已经得到了 该履行你说过的话 她是在赌 赌艳离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联系自己的 忽然又想到什么 明天我想回家 你把我送到一家手机店门口就走了 我还得买个新手机 要不然会引起我爸妈怀疑 她淡淡应下 苏清家里人的事情 她一概是没兴趣的 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是在听见她说要买东西 才立刻起身 从床头柜那边拿出一张卡地给她 拿去 苏清一愣 看见她手上的卡 下意识地想摇头拒绝 不用了 我自己有钱 拿去 这里的男人都会给女人钱 以后这些东西都给你 我也用不到 反正她也不需要花钱 而且更不喜欢出门 外面人来人往 嘈杂的声音会让她格外烦躁和厌恶 有些时候厌恶都不明白 为什么人类居住地这么密集 简直就和虫族一样 她就抱着她闭上了眼睛 只是闭上了眼睛 人却不怎么老实 一直抱着苏清蹭来蹭去 让苏清觉得很痒 又听见她梦一般的喃喃自语 轻轻轻轻 一日苏清醒得很早 她六点钟醒来 燕尼还在睡 在睡梦中又变成了蛇尾 又粗又长 从被子里面伸展出来 一直拖到了地上 苏清有些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自己 要是换做是普通人行的 光是看见被子下面这么大一条尾 都能像许仙一样下地三魂不见七魄 可她现在居然还能格外淡定地起身 然后抬脚绕开那条挡到的大尾巴 淡定地打开眼前的卧室门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真的很大 她也没想到怕蛇如命的她 居然有一天会和一条蛇纠缠上 想起那几晚的经历 苏清身去一颤 连忙狠狠打了自己一个巴掌 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 洗漱完之后 她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视 果然冲上热搜第一条的 就是苏氏总裁苏敏被无罪释放 真正的主谋已经被抓获 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不用猜 也能想到应该是被推出来定罪的炮灰 有人平安 有人就要牺牲 一个人的命却要用另外一个人的命去管 苏清觉得可笑又可悲 她打从心底里厌恶这些事情 看见苏敏平安无事 她便没有再看 关掉了电视 而就在声音消失的那一刻 燕黎的声音却再度出现在了 连心情 苏清吓了一跳 猛个侧头 就看见燕黎站在楼梯口 等她反应过来 她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前 她又变回了人形态 不过根据苏清的观察 她似乎更加喜欢半人半舌的形态 每次睡着或者格外放松的时候 都会变回去 而今天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家居服 长发披散下来 带着刚刚醒来的阴晕和迷茫 少了一丝危险和力气 整个人看上去很拥暖 苏清看了她一眼 强作淡定 刚刚有人送早餐过来 你洗脸了吗 洗一下过来吃早饭吧 洗了 燕黎说着 就拉着她入座 将手上的东西递给她 你今天晚上必须回来 苏清脸色一白 下意识地想拒绝 我大哥他们会发现 这有关系吗 燕黎歪头表示不紧 我们两个人 和你的家人有什么关系 苏清表情一僵 反应过来之后 她只能耐心地向她解释 因为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被家人养大的 哪怕是找到了伴 我和家人也是紧密相连 无法割舍 苏清的话燕黎依然不明白 不过她对自己有信心 现在的苏清是逃不开自己的 于是她问她 什么时候能回来 就我有空的时候 苏清眼神多闪 随后她就感受到燕黎的眼神 一下子就淋漓了起来 苏清连忙开口 明天 明天我就来见你 今天就让我陪在家里人身边吧 燕黎的表情很纠结 似乎是在思考一件 让她很难抉择的事 苏清是真的怕她不答应 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拜托了 燕黎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 只感觉她小小软软的手 放在自己的手臂上 又暖又软 还有那种戴着泪意的毛子 看着她 光是这一下 让她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感 低头在她的额尖轻轻蹭了蹭 这是野兽间表达轻易的方式 然后就听见她说 好 明天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自己过来吧 只要你告诉我路线就好 燕黎没说什么 显然是默认了 只是在送苏清下车的时候 往她手上塞了 昨天晚上苏清默收下的那张卡 收下 这个我有很多张 因此消给了我很多 她说这个是最好的 你来用 她很坚持 似乎苏清不收下 她就不会放手一般 她听说人类女人就喜欢这种东西 喜欢用钱买东西 给她们 她们就会很开心 人类男人能做到的事情 她也能做到 她不可能比不上林木板那种家伙 燕黎内心的胜负欲和雄性的地盘意识 在此刻达到了顶峰 在苏清还想拒绝的时候 就收到了她一技灵力的眼神 我是你的伴 我给你的 必须收下 苏清只能被迫收下 清清 别让我等太久 我极其不喜欢被骗的滋味 可你们人类太会骗人了 如果你再骗我一次 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她的言下之意太明显 让苏清不禁打了个寒颤 可是面上她也只能强打精神开口 我不会的 我保证 燕黎这才收起冰冷的笑意 再度勾起唇角 去吧 我等你 说完她这才放开了苏清的手 开着超级华丽的飞色超跑走 苏清看着她熟练的操作 还有游刃有余的样子 内心依然心有余悸 林木白说得对 她太可怕 太聪明了 短短两年的时间 她就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的东西 可能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她的上升空间也远远不止于此 此刻的燕黎 就好像一头脱了将的野马 一旦脱离了掌控 或者是她有了野心 那么她的破坏力和可怕程度 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还有她现在还在殷实肖身边 殷实肖会利用她的能力 去干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又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会受到伤害 她该怎么办 惹了这样的人 她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了 她又该怎么说 还有哥哥 苏敏这么敏锐的个性 她要是经常去燕黎呢 会不会被她察觉到 苏清内心右手无主急了 想象到自己的未来都是一片的黑暗 好像看不见镜头一般 她就这样一边想着 一边去商场的手机店 买了一部新手机 等要付钱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没有带其他钱 只有燕里给的卡 看着店员的眼神 她也只能暂且掏出那张卡 打算花了多少 之后自己再补钱进去 而店员一看见那张卡 先是一愣 随后态度顿时就恭敬了起来 战战兢兢的服务着苏清 比刚开始要更加小心翼 苏清当然知道原因 她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这张白色的卡一点也不普通 就是传说中那张无线卡 甚至比黑卡还要高级 可以随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会担心余额不够的那种 一般的有钱人都办不起 而且还是限额的 她大哥也是去年才有资格办一张 但是不是这种白的 只是黑的 可是燕离现在地位越高 她内心就越是不安 苏敏初遇是在下午 办理好一切手续 天空都被染成了鲜艳的火红色 她走出去就看见家人们在门口等待自己 微笑着快步往家人的方向走去 苏母一看见苏敏就心疼地抱着她哭 苏敏也抱着苏母的肩膀安慰着她 待她情绪平复 一家人才上了车 车上苏敏侧头 看见坐在角落的苏清 刚刚她虽然也过来和自己打了招 但是却全成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此刻也是看向窗外 一副陷入了沉思的样子 不禁开口询问 青青你怎么了 大哥出狱 你不开心吗 啊 没 没有啊 就是最近有些累了 你也知道 为了你的案子 我们都好累好累了 苏清说着还像从前那样 调皮又撒娇似的指了指自己的黑眼圈 你看我的黑眼圈 她那是被艳丽折磨的 连续七天都没好好睡一个觉 好不容易补了 但也只是亡羊补牢 失去的精气神 哪里是能说恢复就恢复的 苏敏内心也是有心疼的 自己小妹从小到大被自己护着 就没吃过什么苦头 好像是自从和叶晨阳那个家伙交往之后 苏清的日子就开始变得不太平凡 不是被拐卖差点回不来 苏氏还出了那样的事 还要累得他到处奔波 苏敏深吸一口气 这些日子让你们担心了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为了你们 我也会更加谨慎行事 他会比过去更谨慎聪明 因为他有自己爱护的家人 需要守护的人 因为有人在等自己回家 所以他更加不能让自己舒适 苏敏的话 让苏清刚刚平静下来的内心 更加的酸涩不已 他也在内心更加坚定 无论如何 他和艳丽的事情 都不能让大哥他们知道 至于他的未来 苏清在内心摇了摇头 就这样吧 反正自从和叶晨阳分手以后 他也没对爱情这种东西 多少期望和恳求 他甚至都想好 要单身一辈子的准备了 有家人陪在身边 衣食无忧的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就这样吧苏清 或许有这样的结果就已经很好了 他在内心不断安慰着自己 此时此刻 苏清也不得不感慨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真的很大 人为了活着 真的会无限降低自己的下限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一切举动 都被苏敏尽数收入眼底 他直觉觉得 自家小妹有事情瞒着自己 自己的案子有多难搞定 他自己心里有数 苏清肯定是通过了一种 常人无法实现的手段 来帮了自己